便衣員警埋伏樓梯間往上衝 出租套房藏色情 業者還想做垂死掙扎 警方早就申請了搜索票 繼續搜索 房間裡面有男客人 還有兩名女服務生 一般住宅空間經營色情行業 故意藏身在住商混合大樓 不管是屋內走廊 還是門外裝了好幾支監視器 躲避茶器 業者從事非法色情 臉書上po懶客的小廣告 打著按摩放鬆的玻璃心 SPA會館 實際上店的位置在某大樓的11樓 門口只貼了一張出租套房 比人耳目 警方根據線報早就鎖定 埋伏了4天 從早上10點等到晚上9點 見時機成熟爬樓梯攻堅 台幣2600至1800元 媒介女服務生 提供全套或半套性交易服務 有兩台警車吧 兩台 非法色情店就在高雄七線二路上 查棄完後門外的監視系統 陷入全被檢光光 一層一戶的舊大樓 有一般住戶也有公司航號 為了省管理費天黑以前才有管理員 業者故意租管理鬆散戶數又少的大樓 以為能躲過法網 殊不知仍然提到鐵板 警方一舉瓦解 TVBS新聞吳少龍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